早期的教育环境或课本 在史冠上过于单一民族化 对台湾多种族共存与和谐发展相当不利 尤其课版印象长期伤害原民社会 因此这场演习请来宏观科大助理教授 向校长主任分享如何建构多元文化课程 就是我们课纲 然后或者是说老师在做议题融入的时候 他能够把原住民的史冠 他正确的正确的那个那些历史 文化语言的部分能够带入课程里面 才不会让我们非原民跟原住民的孩子 他们就是他们认识的历史是错误的 那其实因为台湾是一个 很多元种族的一个国家 一个地方 那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对多元文化 有更多的认识 因为其实所有的隔阂 大概都是来自不了解 那如果说互相了解了之后 彼此知道自己的 彼此知道彼此的想法 那其实我觉得一些冲突会减少 第二堂课则请来张师大助理教授 分享欧美种族议题著名著作 带领与会者看见欧美国家教育工作者 如何有效利用多元文化教育 减少种族冲突 让社会更和谐进步 多元文化的一个领导力跟抗逆力 怎么样可以在所谓的中小学可以做一些实践 然后重点就是我们未来在面对一个学校 是一个多族群的学校的时候 校长要怎么样去面对家长 跟怎么样带好每位学生 透过这个研写 我们是希望说不外乎说只有针对原住民教育的 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族人的教育 那一般不管是汉人或者是客家人 他们都应该要了解 都要互相去了解跟尊重 这才是最大的目标 透过研习 南投原资中心希望生化教育工作者 从建立客观史观 进一步发展原民教育 让学生有正确的多元文化观点 原是新闻诺南投普里 插榜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